云林建国国中的动物收容之家 里头的台湾班归传出运势 而整个下旦过程全被拍摄记录下来 台中市第二期城市体验农园开园 还有1500人等着候补 因此第三期农园也在着手规划中 南投神木国小八月份正式废校 毕业典礼这天全校师生一起毕业 感伤的气氛让大家都哭红了双眼 更详细内容请锁定6月22号的中台湾生活网